并不多,但是每个地方都是细节 就是这样一串东西 实际上道理应该可以理解吧 反正是跑一个回圈 这个时候的回圈就重复做 重复帮你产生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就是这个I的变数的值 把这个I的变数的值分别放到你要放的这个位置 那就会做出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回圈其实还蛮好用的 只要是说你假如说一些重复性质的工作 都可以利用这个回圈帮你完成 所以在程式里面蛮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重复帮你做 其实人最讨厌就重复做 反正你做过的事情你要再重来一次 那当然最好是写个程式就好了 OK,那身边其实蛮多事情都需要重复的 在某个范围重复做 那也许今天做完明天还要做 明天做完后天还要做 那每天都要做 其实你都把它写成一个按钮 那按下去就OK了 好,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清楚了 就放一个空字串 丢进去就OK 那另外我刚刚写的这个 几年次的这个部分 其实放在这里 如果大概就长这样 我把它放在最下方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参考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自动最终最下面一列的这个叙述 其实你只要把这一个东西把它放到哪边呢 把101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 像我刚刚这个地方程式 也全部都是写成那个什么 for i in range to 到这个 其实如果我把它改动 比如说我现在101 如果我底下的这个范围资料 如果我做一些变动的话 比如说Ctrl 向下 假如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资料如果删除的话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现在假如执行的话 他还是会一直往下走 所以底下会多两个怪怪的东西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我新增资料的话 他也会有这种同样的状况发生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地方 这样向下拉好了 反正这个只是做一个示范 底下有多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好像就多一些 因为它是累加的 把这资料稍微改一下 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有简 这里可以把它 反正就做一个 做一个假的资料在这边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现在又增加了3列 这资料在这边 那当然你会发现第一个 如果你把它清除的话 那他可能第一个会清不到这边 我要按钮 做到这个 应该是这个才对 再把它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有资料的增减 要能够正确的完成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部分的话 这部分的话 这个 这边假设 资料到102 你会发现如果清除 当然清除的话 它会清 会清 到101 底下这个 这个就清不到 那如果你 那如果你这个 这个假设说 如果要把资料再输出的话 它一样会到101就停下了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一个 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 把这一个101 变成是什么 自动追踪 自动告诉我 目前 最下面一列 的这个 这个列的值是多少 那当然我其实就是 云端上这一行 就这样 Range 这什么 我们把它直接Ctrl C 好 然后这边把它Ctrl V 贴上 贴把101盖过就可以 这边一样 把它盖过 当然将来 如果 你想要用 你用贴的这个方法 或者说 你要自己打是最好 如果你还不会自己打 没关系 我待会讲 这个原理原则是怎么样 这边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清除是OK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 追踪到对的 清楚的话会不会漏掉 不会 为什么 因为 特别注意 这一行的叙述怎么来的 其实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它的原理原则 是这样子 我把它解析一下 首先的话 如果你要向下追踪 我们是运用一个原理 就是说 如果我想知道说 这一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的话 那我们可以按下什么 Ctrl 键 Ctrl 向下 它就会自动 帮我跳到这个范围 连续资料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帮我停在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有没有 Ctrl 向上 Ctrl 向右的话呢 那就移动到最右 Ctrl 向下 有没有 那如果你不连续资料的话 这边它就会跳到有资料的地方哦 所以前提一定要是有资料 而且中间不能够断开来哦 那当然呢 如果是连续资料哦 才叫范围啦 如果不连续的话就不叫范围了 而且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假设要用追踪的话 那通常会以编号这一栏当成追踪的那个栏哦 为什么因为编号一定会有哦 编号里面绝对不可能是空的啊 所以如果你要追踪的话呢 请你在那个编号这一栏 Ctrl 向下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总不可能说用那个键盘做吧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的话哦 第一个你先告诉他说啊 我的邮票要先放在这边 这个叫A1储存格 那A1储存格你有几种写法 你可以写成Sales A1的话你可以写E 有没有 斗点A 这个也是A1 对哦 可是问题你会你会不会觉得 A1这样看好像有一点 必须要转弯这样才可以理解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我刚刚写的 这个也是指储存格A1 另外一种写法是Ranch 然后呢很简单 就是双引号A1 指的是A1储存格 后双引号后刮弧 这样子也是A1储存格 你说哪一个比较好理解 这个比较好理解吧 OK 你还想说 老师你刚刚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用Ranch就好了 我跟各位讲 因为如果你用Ranch 因为他这边里面可以放的是文字 那可是这边的话是什么 要放数字啊 OK 所以如果说假设我们要配合回圈的话 通常里面我会用Sales 但如果说我今天只是要指向固定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我就用Ranch就好了 所以这边这边我们要学的第二个物件 就是所谓的Ranch 那Ranch呢不只是说可以指某一个储存格 你也可以指什么一个范围 你就加一个冒号 比如说我要到A的101的话 这样就是指一个范围 它可以是指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是一个范围 OK 所以Ranch是两用的 OK很重要一个物件 至于它里有哪些效用 我将来会讲 那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 我要模仿刚刚的动作 我要从A1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的话 你可能要用它里面有一个点下去 它跳这些东西 那绿色东西就是用一个方法 这个一只手拿着一个什么资料 就是属性 那前面那个叫物件 反正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它是一个理论 就是一个物件 里面包含两个东西 一个叫方法 方法有点像一个动作 动词做什么事 属性的话呢就是放什么资料 放资料的地方 那我要做什么 请你帮我向下追踪 所以向下追踪的话 其实就是在那个什么 Range里面有一个属性 这手拿着 叫做END AND 其实就是Ctrl Ctrl就按住 然后你就把它点两下 AND 钱瓜糊 钱瓜糊之后你会发现 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Ctrl向上呢 还是Ctrl向下呢 还是左还是右 那我现在是要Ctrl向下 所以你又选 那这是如果自己打的话 比较容易出错 我是建议用选的 这是XL DOWN 不是E哦 你之前同学自己打的 容易出错 我建议用选的 XL 就是Excel的缩写 Excel XL DOWN 然后瓜糊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向下追踪了 可是问题是向下追踪之后 你要做什么 再一个点 特别之后 它变成说做完之后 那我需要 请你帮我把 他的列号的资料 带回来给我放在这边的话 那你就再打一个Raw 这个Raw呢 指的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列的意思 OK 所以我做动作做一次 一游标放在这边 二Ctrl向下 三呢 就是请你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时候砍就向下之后 会得到一个列号 102 那他就怎么样 把这个102的这个属性 帮我调到这边来 并且放在目前他放的位置 所以就102 所以哦 应该懂这个意思了吧 也就以后 如果资料会增加或减少 那他只要是一执行程式 他就先去抓 看看你现在最下面的列号是多少 自动把那个列号的号码 放到这边来 那这样程式就是活的啦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也许你刚开始不太记 不太容易记得的话 没关系 至少知道原理原则 那之后的话 想要用到 那不然你就是直接 拿云端白板上面 那这边有放 其实就是这个啦 Ranch 如果 如果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写的很详细 我只有说明 如果你想要 自己做个笔记的话 自己打一下 就是从什么呢 Arrange A1 向下追踪 OK Ctrl向上 Ctrl向下 然后抓到的那一个 Arow 这个列的资料帮我传过来 那就是完成我们这一串的东西 OK 所以这边是要点下去 未来的话慢慢要习惯 因为其实在那个 BBA里面会有很多物件 那所谓的物件 指的就是说我要控制e-sale 的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有点拔虚拟化 那边 他就是有点像在那边 那我可以借由什么 他后面这些所谓的 属性取得资料 方法是做什么 OK 所以里面有很多 当然这边一大堆 目前暂时也许 不可能全部都用上 但如果将来会用到的话 我再跟各位说明 哪些会用到 但实际上用没用去 常用的就那些 所以你也不要看到这么多 就开始 这好困难 也不用担心 会逐一跟各位讲 在那边要end 我希望这样打end 前刮壶 选一下 后刮壶 点什么 roll 那你会发现那一个好处 有没有 有些东西不用全备 他点下去 清单就出来了 所以慢慢你要习惯 像有些东西说真的 像这些 有些那个语法 其实还蛮直觉的 像我有时候 不太确定说是用哪个方法 但是他上面的英文 都是简单的 比较基础英文 所以有时候有些写法 我不确定没关系 我可以先试一下 看一下哪些方法 如果不确定对或错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查到 什么方法 你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那理论上如果参考出的话 会很好 这东西怎么用 不会 没关系 但是你不用在外买了 其实内部就有了 只要你游标放在这个属性上方 按F1 其实F1就是把内部的官方的说明文件 就帮你调用出来的 所以里面就会有所有VBA 会需要知道的相关知识 但是非常非常多 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词典 没有人要把词典全部 叫你把它全部背 词典是当你不会的部分 你再去查不就好了 慢慢累积 所以说这东西其实范围才还蛮广泛的 刚开始就是慢慢知道一些最重要的 然后有些可能会用到的 你再慢慢去查就可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何追踪范围的最下面列的方法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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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